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伦兵看 股市伦兵 那继昨天整个大盘开高走低大震荡之后 今天似乎也是延续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架构 那我们看到早盘小高盘开出来之后一度怎么样 一度还大涨了106点 不过也就在碰到今天的高点17328之后 便一路的往下压回在短短还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居然从106点 整个家圈只是从涨106点变成是怎么样 下跌574点 你看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居然能够杀了将近有700点之多 那即便后面有出现了一个跌式的一个收链 让整个收盘跌幅缩小到300点以内 跌了288点 不过成交量6642亿怎么样 又创下了一个新的台股的历史新天亮的一个记录 那随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历史天亮 伴随的是怎么样 伴随的是另外一根大长黑棒 只不过好的是怎么样 好的是今天怎么样 今天有出现 今天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下影线 将近也有200点左右 所以对多方可以说有稍稍的喘一口气 那很多人会问那今天为什么大跌优惠的昨天 其实我这样说 如果说从我们放假前 当时上个礼拜四的高点在17709到今天的低点来到16647 三天的时间 三天的时间 加权指数怎么样 已经急跌1100点 从17700点到今天的低点16600点 有没有已经跌了将近1100点 跌了超过1000点 那为什么行情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急伤 当然我先讲 我先讲 多头的架构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还涨急跌 那还涨急跌基本上也是属于 整个多头行情的一个特色 对不对 那重点是为什么要急跌 为什么要在短短三天的时间 大跌超过1000点 跌了将近1100点 为什么 我说目的只有一个 什么 杀融资 让筹码能够进一步的一个清洗跟沉淀 来 你自己看 这一波以来 对不对 你光是说 来 光是从这个低点 今年2月过完年后的一个低点 当时融资还不到2000亿 而现在居然怎么样 居然 已经涨了超过怎么样 涨了将近2700亿 甚至于超过2700亿 从不到21800多亿 涨到现在2700亿 你自己算一下融资增加的幅度 光是从2月过完年到现在 涨了多少 涨了将近50% 那我再请问各位 从过完年当时的一个低点 大盘涨到现在 有涨到50%吗 当然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融资当然要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清洗 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个击杀 就是杀融资 没有其他的一个 最主要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这段时间 在前一段时间也好 我是不是一再的告诉各位 我说过即便是一个多头市场 你都要心存怎么样 高度的一个警觉心 因为当筹码失控的时候 当筹码失控的时候 随时怎么样 随时都会有大幅震荡的一个可能 会有压回整理的一个可能 所以在策略的一个运用 在操作上策略的运用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你一定要懂得分段操作 有没有 分段操作 我想这个观念 又会有这样的一个策略 我告诉各位多久 你只要认识我多久 我就告诉你多久 有没有 面对这样的一个多头行情 很多人都告诉我 这种多头行情 我色飞标也能够赚 其实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你说这种行情你色飞标能够赚钱 我绝对认同 我绝对认同 但是我只问各位 买股票你很会买 你色飞标就能够买 但什么时候要卖一趟 什么时候要卖一趟 难道你也色飞标吗 股市里有一句话 买股票是塞啊 买股票还是塞乎 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位 你要懂得先出一趟 保住你的战果 你要懂得停利 这才是重点 否则你只会买 不会卖 我这样说好了 当碰到这样的一个 大幅震荡的一个行情 如果你运气好 你当时买进的时候 你是买在低档的 结果这样怎么样 报上报下 碰到这样的一个大拉回 报上又报下 叫做什么 叫做白忙一场 这还是你买在低档的 报上报下 只是白忙一场而已 如果你是跟随市场多数人 看到什么股票强 你就跟着大家去追 当碰到三天击杀超过千点 你可能现在是套在高档 多头行情你还赔钱 你还被套牢 这情何以堪 所以卖股票这么重要 所以在今天你说 哇 行情出现了大幅震荡 可是早盘还开高了 早盘还涨了106点 我只问各位 当早盘行情还在红盘 甚至于很多股价都还在创新高的时候 你做什么动作 你是去追高 你是去追高 还是你懂得怎么样 你懂得要怎么样 所谓的急流涌退 你懂得分段操作 来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做什么动作 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盘 来 5月4号 9点多还不到10点 有没有 会员请将2617台行全数 获利出清 大盘震荡 我们先获利入带 会员欢迎对时对家 这是不是今天早上9点多 我们做的动作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个时间点9点50分 台行的股价在哪里 9点50分台行的股价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当时还大涨超过半根停板 是不是在大涨超过半根停板 而当时 我却告诉我的会员 全数获利出清 为什么 因为大盘震荡 我们先获利入带 我只问各位 台行 我相信你看电视 你看我的节目 你也会买进台行 因为我公开在节目里面讲 而且这档股票 当时是送给各位的股票 可是投资朋友 你今天懂得卖一趟吗 你今天懂得卖一趟吗 为什么要卖 很简单 我看到整个盘面 筹码 怎么样 有换手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既然有换手 当然二话不说 我要确保战口 我全数获利出清 换得快 当然随便整理个几天 就有机会上 但是如果换手不顺利 可能这一整理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于一个月 两个月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怎么能够跟他赌 所以 我们今天二话不说 全数获利出清 你说不出怎么办 不出会怎样 不出会怎样 你看图说故事 不出会怎样 有没有 今天高档还在50块半 打到跌停板 从原本涨9% 变成跌停是跌10% 跌10% 从涨9% 从涨9%到跌10% 光是今天震荡的幅度19% 那你告诉我 如果你在这边 你不懂得先出一趟 你会怎样 就会这样 一天就19%就没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一再的强调 我一再的强调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的一个重要性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分段操作 除了说能够规避 像今天这样的 一个大幅震荡以外 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 你看从过去到现在 你可以去问问看我的会员 或者说问问看我们忠实的观众 我过去在节目里面 引导你们推荐你们买进的股票 在我卖掉的第一时间 我是不是都在节目里面告诉你们我们卖了 为什么要告诉各位我们卖了 我说过吃力不讨好 可是我认为 我既然推荐给你这档股票 当然基于一个道义 基于一个责任 我也必须要安全的带你下车 那如果你不下车 你看今天我卖了台航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卖了 那如果你不懂得卖 我刚讲了 要不你就报上报下 这还算是好的 如果你去追高的 你可能短线上 你可能就被套了 你看 大成钢 这是不是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推荐给大家的股票 我有没有在卖掉的第一时间 就告诉你我卖掉 当时我还打在测镖上面 记不记得 那如果你看我如果不卖怎么办 来不卖来 4月20号 先看看大成钢 如果你不懂得卖 你看从高档这样下来 差多少 差多少 除了大成钢以外 来 陆海 有没有 会员把5603的陆海 全数获利出清 我想大成钢也好 陆海也好 各位都知道 这个都是我们从低档 一路买上去的股票 对不对 来陆海 我们在20块钱附近买进了股票 有没有 后来涨到26块 27块 你看这一天 4月 来 4月20号 4月20号那一天的高档 都还接近26块 那你看你今天如果不卖 你告诉我 今天低点渗透剩21块 20块钱买进的股票 涨到了将近26块 如果你不卖 现在要回到多少 现在要回到21块 又回到你当时买进的一个价位 这叫什么 这叫白忙一筹 所以分段操作重不重要 很多人只会买 不会卖 你看你自己说嘛 卖点重不重要 不是只有陆海跟 你看 6716的印广 来 4月12号 来 我们的私房标股 有没有 来 4月12号 会员请将6716印广 大赚出清 我们先获利入贷 如果不先大赚出清 不先跑一趟来 当时高点在197.5 你看到今天剩多少 今天剩下120块钱都不到 最低胜率来到119.5 从当时接近200块到现在 几乎差一点点要腰斩 所以卖点重不重要 分段操作重不重要 有没有 3305的生贸 来 3305的生贸 来 4月9号 有没有 是不是4月初也在这里 如果你不出会怎样 来 4月7号 公准接近100元 股价会整理 我们先全数获利出清 恭喜大家大赚 来 公准 所以有一些观念 看似不怎么起眼 在一个涨胜的过程里面 你看到盘面上有很多股票都在大涨 哇这个盘也一路有点加群指数一路的往上创高 我告诉你 分段操作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你们都不理我 为什么 你就看到有股票在涨 大盘还在涨 可是当碰到这种大震荡的时候 你回头看 如果你懂得买不懂得卖 刚刚你也看过那么多档 这么多股票 每一档都是我在第一档带你买进的 都是在发动钱带你买进的股票 甚至于都是三成五成 甚至于有接近倍数的 当时这样涨上去 但是我说过了 如果你只会买不会卖 轻则白忙一成 纵则 怎么样 连多头市场你都赚不到钱 你还会被套牢 你还会赔钱 那多么冤枉 对不对 所以分段操作 除了说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以外 光是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 而且最重要的怎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让你握有操作的主动权 什么叫操作的主动权 我这样说好了 我刚刚一开始就告诉各位 今天大盘大跌 有没有破坏多头行情 没有 但是 没有破坏多头行情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震荡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恐慌 的一个压回三天跌的千点 我只问各位 会不会有股票被错杀 会不会有股票被低估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 当然有嘛 反正 看到这样急杀 我先卖的再讲 乱砍一通大家杀红眼 游一看电子股 对不对 今天甚至于连传统产业都一起杀 一定有股票被错杀 一定有股票被低估 那对于这些被错杀 被低估的股票 在多头行情不变的情况之下 拉回去不是很好的机会 当然是啊 对不对 当然是啊 这个连你也知道的问题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今天有股票被错杀 有股票被低估 你也知道拉回找买点 但是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高档没卖股票 我请问你拉下来 现在行情跌下来 你用什么钱 用什么钱买股票 难道有再去借钱吗 对不对 如果你高档不懂得 先出一趟分段操作 你现在只能眼巴巴的 看着这个股票再上去 让你去解套 又或者回到高点 让你卖股票 对于现在这些被错杀 被低估的股票 你完全动弹不得 你根本连钱都没有办法 去做低阶的动作 我有没有说错 所以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第二个目的来 除了规避掉 我们刚刚讲的 短线的修正风险以外 就是让你握有操作的主动权 对于押回来的股票 包含你原本买的那档股票 当押回来 有的价差 你是不是可以买回来 是不是能够加大 你的获利倍数 那如果说 这档股票它还没有整理完成 还没有换手完成 我是不是可以针对现在被错杀 被低估的股票 我逢低来承接 那不管你要针对其他的股票逢低接也好 或者原来的股票 你的赚价差也好 完全操之在你自己 那叫什么 那叫主动权 所以分担操作重不重要 好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就不再多说了 重点我们刚刚也提到 趁着这样的大盘 大震荡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股票是被错杀 是被低估的 而我们今天在大卖台行之后 大赚获利出清之后 我们就是索利这些股票 那到底这些股票在哪里 又是什么样的股票 下个节奏回来我们再聊 欢迎回到训练 我想上个节奏 我们再一次的跟各位叮咛 分担操作的重要性 第一个 如果你不懂了分担操作 台行 我从低档带你买进的股票 当时从30出头一路涨到 今天最高胜距都来到五字头 如果你不懂得卖 你不懂得先出一趟 有没有 光今天一天 光今天一天 从原本涨9%到变成跌停板 这样一天就19% 如果你不懂得卖 今天一天就19%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那除了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我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怎么样 就是让你握有盘面操作的一个主动权 什么叫做操作的主动权 你看今天这样一增下来 19% 我能不能随时买回来 我买回来 我也有19%的价差 我能不能放大获利倍数 对不对 那除了买回来以外 我还有什么选择 我针对今天像这样的一个恐慌的气氛 我说一定有股票怎么样 被错杀 一定有股票它的价值怎么样 还没有被凸显出来 那对于这些被错杀或者价值 还被低估的股票 我是不是可以趁拉回怎么样 大减便宜 但是如果说你高档 你不出一趟 我请问各位 现在这么多减便宜的一个机会 这么多可以减便宜的股票 你用什么钱买 你用什么钱买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原因也就在这里 那至于说哪些股票 我们趁着今天 又或者说趁着这段时间 可能行情在波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逢低来大减便宜 我说过被错杀 价值被低估了 哪些我认为它的价值 还没有被凸显出来 对的 也是大家很熟悉 这段时间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对不对 当时在20出头 20出头 20几块了 二字头就带着各位买进的中红 你看到今天 甚至于都已经接近50块钱 有没有 来 有图有真相 你看当时我在告诉各位 盘下布局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有没有 当时二字头 你看这波中红最高涨到哪里 最高涨到哪里 已经涨到了46块多 一步多 差一点点就要往五字头迈进 所以如果今天怎么一根大长黑下来 你看我当初我带你买的心是几块 现在是几块 出现这根长黑 很奇怪吗 会很奇怪吗 不奇怪吗 对不对 可是它的价值 就这样子吗 我不认为 我说过了 钢价现在持续在涨 不用我多讲 对不对 为什么钢价会涨 国内的公共建设持续在推动 要不要需要钢 要不要钢筋 要啊 对不对 不是只有国内 国外 中国大陆 还有你看拜登 动辄 就是几兆美元 几兆美元的这些所谓的纾困方案 基础建设 他要干嘛 他就是要做基础建设 要不要钢筋 也要啊 需求这么的强 你说钢筋会不会带涨 当然会 那如果钢筋未来会带涨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中宏 他有低价库存 至少怎么样 至少还有一到两计的 一个低价库存 那既然钢筋还会带涨 如果没意外 我认为会涨到八月了 那如果会涨到八月 他还有一到两计的低价库存 你想 他的毛利会不会大幅的增加 毛利一增加 营收一增加 营业利益率 净利率 是不是跟着就上来 那如果营业利益率 净利率上来 EPS会不会跟着上来 所以我说以中宏来讲 现在法人业内 再怎么样估 至少都三块钱 三块半起跳 那现在是多头行情 我们不要多 不要给你画大饼 二十倍本一笔就好了 或者说我们再保守一点 十五倍本一笔就好了 一档三块半的股票 十五倍本一笔应该多少钱 二十倍本一笔应该多少钱 你自己算 你自己算 所以只涨到四十几块 你认为它的价值出现出来了吗 当然没有 那你说为什么回党 涨这么多人 那不应该回党吗 你总要让它喝杯水喘口气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拉回来怎么样 你都要留意它的买点 对不对 好 那另外来 联电 今天逆势上涨 为什么逆势上涨 这段时间有没有 莫名其妙的被跌下来 开了一个法说说 毛利率市场的推估是说 毛利率不如市场预期 本来说三下 结果二十几% 结果台价比较这样 在我看 这就是被错少了 为什么 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低进毛利率二十几% 那又怎么样 接下来 联电到下半年 还有持续再涨价的空间 甚至于要涨两成 而且如果说整个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如果说整个工序的情况 没有改变的话 整个采能吃紧的情况 没有改变的话 甚至于明年还会持续涨价 而且涨价的幅度比 今年这个二十% 还要来得高 那我们刚刚讲的 涨价 毛利就会上来的 所以你在看第一季的毛利 其实我在看下半年的毛利 还有明年的毛利 所以整个获利战争会 大幅的提升 所以尤其 这样子急杀之后 莫文其妙被杀下来之后 你看今天大盘大跌 五百多点 为什么有人买上去 因为有人跟我们一样 聪明的资金 看到这种被错杀的股票 怎么样 他开始准备买点 就这么简单 所以像这些股票 你就是逢低怎么样 要去寻找他的切入点 而除了联电跟中宏以外 来 还有一档股票 我认为也是要怎么样 趁着大跌要来大买 为什么 我这样说好了 我帮各位掌握的股票 其实你们都知道 至少都有大涨三成五成 甚至于倍数的一个实力 所以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幅震荡 股价被错杀 我认为都是很好的一个买点 尤其怎么样 你都不能够错过 所以这档复仇者联盟 跟刚刚我们说的中宏 跟刚刚我们说的连电 其实都是一样 未来其实都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如果接下来 你不晓得到底该买什么的 尤其涨的时候 你不晓得买什么 跌的时候你又不敢买的 来我告诉你 你明天就跟我买这一档 至于怎么样能够跟上 我们的操作 跟上这档复仇者联盟 来注意听的 你今天只要用两档股票 什么股票 你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的股票 来就直接跟我换这档 复仇者联盟 把它带回去 明天买它就对了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